这里是《圣经日日行》第328天 你就是榜样 公导结束后 教宗方济各走到一位 患有多发性神经纤维瘤的患者面前 教宗拥抱了这个病人 并为他按手祷告 男人的脸布满肿瘤 严重变形 第二天 教宗在圣彼得广场拥抱病人的照片 就登上了各大媒体和网站的头条 这一充满人爱和慈悲的举动 鼓舞了千万人 在圣方济各身上 人们看到了基督的爱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 如果没有榜样 人就很难突破自我 取得进步 好榜样启迪心灵 值得人们效仿 你不但可以从跟随榜样的过程中获益 还可以渐渐成为榜样 给他人带来积极影响 法国人阿尔伯特·施威格 是著名的神学家 哲学家 以及物理学家 他曾说 榜样不是产生影响力的原因之一 而是带来影响的唯一动力 比起所传讲的信息 你更应该关注自己的行为 因为身教胜于言教 知行合一 才能让人信服 眼见往往比耳闻 更给人留下印象 人们看见什么 就会做什么 约翰·麦克斯维尔说 人们所获得89%的知识 从眼睛而来 10%从耳朵而来 1%从其他感官而来 耳闻让人明白 而眼见让人相信 昨天的经文告诉我们 神呼召你以耶稣为榜样 今天我们将看一看 这个呼召在现实生活中 意味着什么 真言28章18到28节 行在智慧中 知识是横向的 智慧是纵向的 智慧从神而来 以耶稣为榜样 意味着行在智慧中 耶稣小时候就满有智慧 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充满智慧 众人听见就慎稀奇 说 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 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 行在智慧中意味着什么 真言的作者告诉我们 行动正直地 闭蒙拯救 行事弯曲地 立时跌倒 他继续道 心中自视地 便是愚昧人 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脚踏实地的人 比追随虚浮之辈 聪明得多 耕种自己田地的 必得宝石 追随虚浮的 足受穷罚 忠诚 比急速发财好得多 智慧之人会非常慷慨 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 却不知穷罚必临到他身 周济贫穷的 不置缺乏 扬违不见的 必多受咒诅 有时 对质是必须的 责备人的 后来蒙人喜悦 多于那用舌头 谄媚人的 耶稣从来不害怕对质 最终 真诚的谴责 比虚情假意的夸赞 更能赢得人心 继续努力信靠主 信靠主的人 才能得风欲 凭智慧行事的 必蒙拯救 主啊 请帮助我行在智慧中 真正信靠你 新月圣经 彼得前书 三章 一到二十二节 用行动赢得人心 活出耶稣的样式 恐怕是把福音 传给周围人的 最佳方式 用生命传道 比用嘴巴传道 更有效 如果你的配偶 还不是基督徒 活出耶稣 就更加重要了 彼得鼓励姊妹们 如果丈夫还未信主 那你应该用 真洁的品行 和敬畏的心 来帮助对方悔改 对方可能听不进去 你的话 但它会被你在生活中 呈现的圣洁之美 所俘获 真正重要的 不是漂亮外表 而是健康的灵魂 心灵美 比脸蛋美 更吸引人 只要以里面 存着长久温柔 安静的心为装饰 这在神面前 是极宝贵的 关于如何做好丈夫 耶稣以及使徒们的教导 是革命性的 在一个丈夫 拥有全部权利 妻子只承担义务的社会中 彼得却说 丈夫和妻子 都应承担义务 彼此负责 就像他告诫妻子们 要成为好太太一样 彼得对丈夫的教训是 做个好老公 你们做丈夫的 要敬重妻子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丈夫应该体贴妻子 并尊重他们 如果夫妻之间 不能以尊重和爱 来彼此相待 那他们的祷告 是没有功效的 尽力与人和谐相处 满有同情心 怜悯人 谦卑有礼 不要寻求报复 不要牙尖嘴利 成口舌之快 相反 要祝福他人 这才是你应该做的 当你成为祝福时 你也会得到祝福 这样做才会真正赢得人心 约束舌头很重要 需要禁止舌头 不出恶言 嘴唇不说诡诈的话 要有意识地操练自己 常说积极鼓励的话和真理 你要离恶行善 寻求和睦 一心追赶 如此 你就可以赶走恐惧 因为耶稣在你的心里做主 用行动感染 是让人对福音感兴趣的最佳方法 但这并不代表话语不重要 不要为你所传讲的信息羞愧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傲慢和粗鲁让人生厌 除了言语圣洁之外 你还需要道德 就是清洁的良心来做盾牌 存着无亏的良心 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 就在何事上 可以叫那污赖你们 在基督里有好品行的人 自觉羞愧 有了清洁的良心 你就不用过分在意别人的评论 因为神明白一切 如同华里克所说 你无法阻止别人的恶意 诋毁和谎言 但你可以控制真相 如果你有清洁的良心 活在真理中 居心叵测的人就无法攻击你 除非他们编造谎言 正是十字架和复活 让人可以拥有清洁的良心 耶稣为罪而死 一次将自己献上 为了将你带到神面前 洗礼的含义也在于此 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 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 主啊 请帮助我拥有清洁的良心 旧约圣经 以西节书45章第一节 到46章24节 按照主的方式敬拜 在意象中 以西节看到了给耶和华为圣供地 这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圣洁的 包括祭司履行献祭仪式的圣所 分给立位人的财务 以及王储平民的产业 这是一个意象 代表人们在一个各个阶层 和谐相处 公平相待的社会中安居乐业 但此意象不仅彰显和谐生活 更代表一个要在耶和华面前 敬拜的社会 人之间的和睦是从神而来的 生活的中心和根本就是敬拜 蒙神喜悦的敬拜有两个要素 第一是悔改 神对以色列领袖的要求是 你们应当知足 要除掉强暴和抢夺的事 施行公平和公义 不再勒索我的民 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你们要用公道做天平 用公道做尺子 用公道做良器 第二是赎罪 逾越节代表神 因着耶稣的牺牲越过你 不再惩罚你的罪 在逾越节前 人们会在门楣上洒血 这代表基督的宝血 为罪人而留 在圣经中 七这个数字代表完美 本月初七日 为殿赎罪 首节七日 要持无效饼 这节的七日 每日他要为耶和华 预备无残疾的公牛七只 公绵养七只 为凡祭 七月十五日首节的时候 七日他都要如此行 这些仪式都指向耶稣基督 为你成就的完美 完全的赎罪祭 这赎罪祭 可以让你坦然无惧 来到耶和华面前 过一个真正敬拜神的生活 走在十字架和复活的道路上 保守清洁的良心 效法耶稣 立志成为他人的榜样 过一个可以赢得人心的生活 主啊 感谢你 你为我而死 是义的代替了不义的 好让我来到神面前 请帮助我以你为榜样 过一个容神义人的生活 佩伯的补充 彼得前书三章六节 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 称他为主 曾经有一两次 我称利克为主 但那完全是口误 我有时叫利克老爸 有时叫他老妈 当然 他还有另外一些称呼 今日金句 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